最基本的 這一片去疊這一片 因為車子這樣撞過來的時候 你如果疊反的 它這片是不是就會 插進這個車子裡了 那這個也是很基本的邏輯 可是台灣竟然就是會有 做到疊反的狀況 而且還驗說驗得夠 到底是怎麼會有 會有種鳥事發生在台灣 哈囉大家好我是我阿羅 歡迎來到我們公路漂流 我們今天就是來到我們菲律賓 然後我們這一次在菲律賓 我們現在第一個點的地方 我們在芳老就是薄荷島下面那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呢 它的開發程度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好所以呢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交通的景象或是怎麼樣 我們接下來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來講摩托車好了 它摩托車車牌 這非常非常的有趣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接著它是會反光的車牌 跟台灣的不一樣 就是全世界目前我看過的車牌 都會反光 就只有台灣不會 可是我不太清楚 它的車牌的邏輯是怎麼樣 像你看隔壁這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那個邏輯 就有綠色的車牌 然後還有像紙座的 然後這個是壓顆粒做的 你知不知道 然後像我們這一次租的話 是這一台有踏板的這一種 坐墊普遍就是很窄 沒有辦法就是騎遠 它坐墊很有趣 它是在這邊開的 結果我第一次在這邊看到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空間就只有這樣 一頂安全帽基本上是放不下的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點 它們如果是高級一點的 可能有錢一點人 它們這邊的NMAS 它的數量就非常非常多 到處都是NMAS 然後你看它的車牌 我甚至完全沒有數字 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意思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交通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常常講的 這個就是鋼心路面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它也很有趣 它有畫紅的刻紋 那就是增加那個 你煞車的時候的抓地力 它的標線 是有一點像美式的標線 就是會有黃線式的 有沒有看到它上面 那個一顆一顆的東西 那個東西 有點像台灣的貓眼石 那個晚上會發光 那我走過全世界這麼多地方 我很少看到有像台灣這樣子 這麼普遍在用貓眼石的國家 那我覺得也許可以參考看看 那一種形式 然後還有趣 你看這個沒有再戴安全帽 有沒有 這邊的人很普遍沒有戴安全帽 但是我也不知道法規有沒有規定 到底要不要戴 好我們來上路實際 帶大家看一下邦勞島這個地方 它的一些交通狀況好不好 走 然後前面這個呢 它現在紅綠燈沒電了 這個是邦勞島它最大的一個十字路口 它這邊很有趣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雙排的這種紅綠燈 大部分的交通先進的國家 他們做的紅綠燈 基本上都是所謂的雙排耗資 什麼叫雙排耗資 就是以日本來講 他們可能會紅綠燈 三個顏色在這上面 然後底下呢會有第二排 那如果是要右轉的 箭頭燈 那可能就會放在 三排耗資的這一邊 然後左轉的就會放這邊 所以我燈沒有亮 我也知道說我等一下 會有一個左轉的指示標誌 我就不會說搶先左轉 那台灣就是 常常會發生就是搶先左轉 然後造成車禍的 然後這種車禍又是最嚴重的 那為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紅綠燈的標示 其實沒有辦法讓用路人 去預測到說 等一下那個標誌 它都在最右邊嘛 那到底是左轉還右轉 你是沒有辦法預測 所以雖然 台灣的基礎設施很好 紅綠燈都是用高亮度的LED 可是你有這些規格沒有用 為什麼 它使用上並不止絕 這個是我覺得 台灣整個交通非常糟的地方 接下來呢我們來跟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我每次出國都會稍微看一下的護欄 那這護欄最爛最爛的地方 就是會把一些標誌跟電線桿 插在護欄裡面 然後我每次講這個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智障 一些白痴 它都會講說什麼 東西要移到護欄外面 會造成什麼外面土地是私人的 你這邊一定有柱子嘛 電線桿或什麼的插在這邊 到底會怎樣占用私人土地 怎麼會有這種 這麼腦殘的這種流言 再講一次為什麼這很重要 其實很簡單嘛 因為你看這邊有落差 那你車子如果衝下來 就會造成很嚴重的傷害 所以要有護欄去擋住車子 不要衝你路面 那倒回車道的過程 車子還是會繼續往前的 那你如果在往前的過程 你又撞到電線桿或是什麼的話 那你不是就帶著車子去撞護欄 撞電線桿的感覺嗎 而且你看像這邊 護欄的端頭 它都會有一個 至少會做一個標準的一個收折 可是台灣就不知道什麼 就是沒有把它做好 然後最重要的 來 護欄最基本的 這一片去疊這一片 因為車子這樣撞過來的時候 你如果疊反的 它這片是不是就會 插進這個車子裡了 那這個也是很基本的邏輯 可是台灣竟然就是會有 做到疊反的狀況 而且還驗說驗得夠 到底是怎麼會 會有中鳥事發生在台灣 你真的太離譜了啦 它這邊就是還不錯 你看它有減速球 你看它至少還會隔一個讓你走的空間 台灣有會啊 可是它這很寬啊 台灣這超窄的啊 而且你看 他們那個無障礙斜坡都做得太棒了 然後各位 我們現在就是來到馬尼拉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租車實際的體驗以下 就是這一邊租車上路 大家的交通的狀況怎麼樣好不好 車的話呢 他們這邊 馬尼拉比較嚴謹一點 它就是需要有駕照 就是要有國際駕照 然後要準備護照 就是來菲律賓租車 基本上不貴 這台YAMAHA150CC上架的車 一天好像只要500多塊 那還是再講一個 看到沒有 人家這個車牌啊 是會反光的 順便講一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 塑膠插口 對 台灣一定要金屬 所以這個要是進台灣的話 一定要改成金屬 你知道嗎 這是另外一個有趣的 就是現在世界有一些比較高階的冒場 他們會用碳纖維雙D-code 但台灣目前好像還沒有開放 就是連雙D-code一定好像金屬 這樣子 而且你看 它都沒有進行機車耶 好棒喔 然後你看它有一個右轉轉用道 你看它那個很特別喔 它那個是有遮光罩的 就是它太斜看不到 一定要正面才看得到 它那個也滿先進的 反正它就是怕有其他方向的人 會不小心看錯 所以它有那個遮光罩 讓它的那個可視集中在某個方向 對啊 感覺那個都是 就是計程車 我們右邊也是計程車 這幾個應該都是計程車 而且這邊帶全罩的比例好高喔 他們幾乎都帶全罩 而且他們這種職業駕駛幾乎都是帶全罩 你看不用帶轉 讚 然後有沒有看到它的那個左轉轉用道 就做得很好 然後你看現在可以左轉非常清楚 而且這個雙排後製比較好 然後你看腳踏車道 我們騎完第一段之後 其實重點的時候 買一些半熟的這個 芒果乾 然後順便講一下 剛剛我們在騎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那個 他們其實大部分的交通標誌 官方語言 就是用英文 對我來說很討厭一點 就是幾乎都大寫 對於就是我們 習慣小寫的英文的人來說 這真的是很麻煩 我真的建議你 如果想要來菲律賓自家的話 你要一些基本的英文能力 所以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你如果英文能力不好 又想要來菲律賓自家玩的話 你就可以上我之前上過很久的 搭乘MVP 它最大的好處就像 線上外食 然後就是你可以預約它的課程 那你也不用擔心就是很害怕 因為你從頭到尾 你可以不用露臉 就亂講 如果有想要就是 學一下英文 然後在國外自家的話 你如果 尤其啦 菲律賓其實現在很多人 會來這邊潛水 那你如果會有一點 基本的英文能力的話 因為菲律賓這邊的 官方語言就是英文 所以你會 有比較好的溝通的能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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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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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車子嗎 Suzuki V-Stone 650 這很棒 我喜歡 Ciao 你有女朋友嗎 對 我有 好 搭載MVP的東西呢 最大的優勢 就像剛剛各位聽到的 它是一個真人 牽上外食的一個課程 然後呢 像今天這一堂課 我是約晚上11點的 它的這種彈性 我覺得很棒 然後呢 今天這一堂課呢 講的就是 你現在的位置在哪邊 然後等一下就是 要嘗試用全英文的方式 跟老外在上這一堂課 好可愛喔 這天啊 它這個整年也是特殊的方式 好 我們完成了這一次的拍攝 那最後呢 我們就是要來做一個 小嘟嘟車 其實我們沒有聽他很懂 他在講什麼 我也聽不懂 他口音太重 好 OK 好 好 好 反正他剛剛就在問我們說 你要來這邊多坐 然後好不好玩 然後他就開始推薦我 哦 你應該要去吃 你知道什麼是法洛特嗎 法洛特就是 我剛剛看的就是這個 我就是拿水去加水 好渴喔 這是鴨仔蛋 你知道什麼是法洛特嗎 你知道嗎 這是為什麼後面這路邊的攤位 我都不敢過去看 因為我覺得好可怕 哇 你只要吃兩顆 你沒辦法一直比那個嗎 吃兩顆 你就可以爭壞 重振熊蹦 你看我又有變好嗎 記得大腿MVP 你為什麼可以跟一個 計程的時候司機聊那麼久 而且他英文不好 對 然後我就可以跟他聊 好 在這個影片的最後呢 跟大家致於最後一個東西是什麼呢 如果你像我一樣 常常這樣子出國在外 有沒有看到我的電腦啊 然後AirPods啊 然後手錶啊 然後手機啊 然後手機啊 要充電的話 大家要帶什麼東西 當然大家已經知道的 就是萬國充 那我們這一次跟大家推薦的 就是Studio A的 Badden的這個 G-A-N的萬國充 那這個萬國充 他最大的一個好處就是 他除了萬國的轉接器以外 他同時還可以就是兼具 他有兩Type-C 然後兩個Type-A的這個輸出 基本上你只要在國外旅行 可以就是無網不利 所以他也有65W的充電 基本上像是對應現在的那個 MacBook Pro啊 因為他非常非常的省電 只要65W基本上都可以充 晚上掛著就出充飽了 體積非常非常的小 不用再帶其他的變壓器 我這一次不管在義大利還是在馬力拉 甚至呢我下一個月要去日本呢 我都推薦這一個 Badden的這個萬國充 非常非常的好用 記得底下有購買的連結 Studio大家都可以下單喔 好那稍早提到的其他的東西 譬如說 我們的這個Dart MVP的這個 英文的線上課程 還有Sync卡的這一個 就是Eon Studio提供的這個Sync卡 大家都記得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不好 那今天呢我們這支影片 大概就到這邊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